排了四届之后,汤卫算是被变相封杀了,随后他远走国外,如今的他在韩国二丰影后,成为了韩国首位外籍演员获奖最多的人,那么当初引得无数人遐想的一场戏到底真相如何?汤卫又是怎样在吃人不吐骨头的韩国娱乐圈闯出一片天灯? 汤卫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,一直在学习绘画,但当他从学校毕业之后,可能因为母亲是话剧演员的缘故,他迷上了表演,后来他选择报考北影,但因为文化课跟不上,使得他与北影失之交比,好在第二年他顺利的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,虽然学的是导演,但没有人敢冒险把钱都投资给一个小姑娘。 没有收入来源的他,只能待在自己的小出租屋里,天文绝人之路,朋友把他推荐给了一个导演,景华燕子也让汤卫斩获电影频道的优秀女演员讲,获奖后不久的他,遇上了李安正在为自己的电影选角,某女郎张子义也曾前往李安的剧组试过境,不过并不符合李安心中王家志的角色,李安的剧组就设立在一个小宾馆内,汤卫知道后便想着试试的心态,也没有过多的打扮,就到剧组面试,而就是没有过多修饰的汤卫, 让李安的眼前一亮,虽然汤卫离开的时候已经确定为候选演员,导演还是告诉他,这只是初步定理,如果之后的培训不过关的话,还是不会和你签约的,汤卫想着,只要有机会,那就不放弃,回家后的男友看了剧本之后,觉得不错,但他并不觉得汤卫会通过李安的初选,然而,恰恰就是这么一个选择,成了两人将来分手的导火所,当时的剧本中,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激情戏的过程,所以他们两人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同,之后的他便被 导演送到魔兜培训,学习方言,走入姿态,以及生活中的一些细节,他平常也会穿梭在上海的弄堂里,看别人怎么说话,有时也会从旧电影中,学习上海小女人身上一探,培训完后的汤卫,出现在恋的面前时,李安当即就和汤卫签下了合约,正是签约后,汤卫发现剧本和自己之前,拿回去给男友看的根本不一样,可开工没有回头见,汤卫当时内心告诉自己不能违约, 而且能和梁朝伟搭戏,说不定自己就一炮而红了,而汤卫想着男友也是演员,觉得他能够理解自己,在胆战心惊中把这部戏拍完了,色戒播出之后,汤卫凭此斩获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,这边事业好不容易有了起色,但汤卫却也因此被分手,虽然在景花燕子中,汤卫和田宇的是对手戏,但戏外的两人正青春,时间久了之后,两人之间话题也越来越多, 后来一场戏结束的时候已经凌晨,因为太晚,田宇就提议汤卫回家,汤卫也欣然同意,回家的路上,两人看见有个路边瘫痪没有打烊,两人就过去吃起了当天的第一顿饭,半夜了,一碗热饭让汤卫落下了眼泪,田宇看之后,就安慰着他说道,没事,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一口,这使得汤卫朝他一笑,田宇的心快速地跳动着,久而久之,汤卫被田宇身上的那份温暖所感触,两人就在一起了, 这时的田宇已经是有国家编制的话剧演员,而汤卫,尽管凭借燕子获得最佳女演员奖,但并没有在当时的娱乐圈内激起什么波澜,依然需要靠自己外出找戏,只是,这次出去找戏的他并没有那么幸运,事情太晚,又是郊区,没办法的汤卫只能向田宇求助,接完电话之后的田宇,立马驱车前往将汤卫接了回来,2006年,汤卫凭借着燕子得奖后,田宇为了给汤卫祝后,邀请他到家里吃饭,然而站在门口的汤卫, 他心是胆怯的,不仅是因为田宇北京人的身份,让他对自己很没有信心,也很怕自己外地人的身份被男友家里人瞧不起,但是,田宇的热情很快便让他的胆怯消散,这时的田宇刚好买菜回来,见到汤卫站在门口迟迟不进来,便对他喊道,压倒,快进去吧,去屋里坐着,我给你做饭,饭桌上,田宇不停地夸赞着汤卫,一顿饭吃下来,田宇的母亲对他也很满意,眼看两人好事将近,色际地播出让田宇对他提出了分手, 拍完戏的汤卫回到北京之后,迎面而来的就是喜气洋洋的田宇,田宇高兴地说,单位可能马上就要给我分房了,明年我们把回事办了吧,只是,田宇分房子的好消息还没到,汤卫的电影播出了,色阶上映后,田宇为了支持女友的事业,钱却买了光点,可是看完后的他抽了一页的烟,虽然田宇知道女友只是演戏而已,但内心传统的他,始终接受不了, 尽管汤卫哭着问他,我们还挽回的余地吗?田宇摇摇头,转身走了,还没从失恋中走出来的汤卫,又因电影尺度太大遭风沙,电影播出之后,由于害怕给汤卫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,李安辨认汤卫做干女儿,李安预想的也没错,王家之一夜爆红,但汤卫却惨遭风沙,他与梁朝伟的事情也传得沸沸扬扬,据说刘嘉玲进去营宴之后,气冲冲地走了出来, 尽管之前因为演技出色获奖,但在王家之的阴影下,汤卫又回到了接不到戏的日子,好在李安有仙剑之名,之后汤卫被迁到了江志强的旗下,在江志强的安排下,汤卫出国进修,与张秀合作,而在越满轩逆势中,然而连牵手的戏份都没有,而这些都是经纪人为他安排的,目的就是让汤卫再次以传爱女神出道,汤卫也凭此电影获得了国内的华语传媒电影大奖,就当大家以为汤卫将要重出江湖时,爱国电影《建国大约》中, 他饰演的角色却被删除戏份,而为何被删除大家也是不言而喻,但是,金泰勇的出现,给汤卫的演艺之路带来了一丝曙光,初次见面时,汤卫就问金泰勇有没有看过自己的电影,金泰勇表示自己看过,并称汤卫是自己的女神,后来,在他的邀请下,汤卫接受了晚秋的剧本,但是在剧里与玄斌激烈的吻戏,也导致了两人姐弟恋绯闻的开始,不久之后,玄斌与女友宋慧桥的分手,更是为汤卫安上了插组者的名号, 汤卫透露两人仅是合作的关系,并称自己非常欣赏玄斌,插足这风波过后,迎来的是属于汤卫的好消息,他凭借着在晚秋中出色的演技,获得了韩国百想艺术的影后,成为唯一一个非韩剑影后的女演员,之后,汤卫一早被封进了阴霾,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刁蛮任性的文家家,也让他重获了不少人气,但就在他复出事业当红时,汤卫却宣布了自己结婚的消息,四,汤卫在国外时认识了音乐人陈雨黎,但事 事实无常,陈雨黎在依次外出时,不幸遭遇车祸,等送到医院时,医生已无力回天,汤卫始终不敢相信,前一秒还和自己拥抱离别的男友,下一秒就天人影格,在男友的追悼会上精神恍惚,对男友的父母说道,以后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,同时男友的汤卫在胡锦的陪伴下慢慢走了出来,一年后,两人在机场告别拥吻时被拍到,就当大家以为,汤卫终于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时,汤卫宣布自己要结婚了,但却不是那个在机场, 被拍到的胡锦,而是邀请他出演晚秋的导演金太勇,晚秋是金太勇在看到王家之后,每天看着汤卫的照片创作出来的,也根据汤卫的特点,写出了更符合他的人物特点,初次见面的他们,由于语言不通便用英语交流了起来,交流中金太勇发现,汤卫的理解能力非常好,自己所说出来的要求,汤卫很快就能领会,在晚秋的拍摄过程中,汤卫发现金太勇不仅是个编剧,而且是个集导演,演员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人, 金太勇也在拍摄过程中,被汤卫金湛的眼睛而折服,拍摄完成之后,剧组人员一起聚餐,恰好汤卫点的菜都是金太勇喜欢吃的,汤卫对韩国十分向往,而中国的文化色彩也是金太勇最喜欢的,或许这也是两人在一起的原因之一,但因为两人各自都有伴侣,汤卫在韩领奖过后,和金太勇就没什么交集, 由此,汤卫到韩国出差,便给老朋友打去了电话,金太勇得知后,到汤卫工作的地方去谈班,后来金太勇带着汤卫,去了不少的地方游玩,但汤卫怕金太勇的妻子误会,便拒绝了金太勇接下来的游玩计划,但被金太勇告知自己已经离婚,终于,汤卫的工作完成,即将飞回国内,金太勇知道后立马说道, 我去送你,这天晚上的金太勇难以入睡,第二天的他在前往机场的路上买了鲜花,到达机场后,补足勇气的他对汤卫说道,我想从今天开始认认真真学习你的语言,因为我想与我未来的妻子更好的交流,常常久久的在一起,可以吗?汤卫笑着接过鲜花并认真地说道,我想,我从今天开始也要好好学习韩文,中文和韩文是我们共同的语言,两人正式在一起之后,感情急速升温,宣布恋情之后的没多久,汤卫的经纪公司发布 正式宣布两人订婚,一个月后,两人在法罗岛举行了婚礼,汤卫并没有因为自己嫁到韩国,就更改自己的国籍,还在2019年与朱亚文合作出演大名风华,只是观众们这次并没有因为他是汤卫而收礼,反倒是一连串的吐槽,剧中的汤卫台词含糊不清,装造也不尽人意,就连他引以为傲的演技,也令观众唏嘘不已,但在最近韩国的颁奖典礼上,当年凭借晚秋或风影后,时隔12年,再次凭借分手的决心二风影后,如今 在韩国是首位非韩戒演员大满官的获得者。